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呢,叫做一元一次方程式 先看一下一个这个问题 有一个人呢,叫静雅 静雅到了超商呢,买了两颗苹果 和一瓶18元的可乐 一共花了68元 请问一颗苹果多少钱 那我们先画图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生活中的问题 我们这个从图这边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他买了两个苹果 然后还有一个可乐 可乐是18块 然后呢,结果呢,看到发票上面是写68块 那他要问说 一颗苹果多少钱 那这个问题呢 有些同学当然说了 老师这个很简单嘛 这个就先把可乐的这个价格去掉 68减掉18 等于50 然后这50呢,是两颗苹果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呢 两颗苹果是50 就把它再除以2,等于25 好咯,这个没有错 这是小学的做法 我们小学呢,就是这样做 处理简单的问题呢 这是没有问题的 用小学的做法就可以了 处理简单的问题 那是很容易的 但是呢,我们到了国中之后呢 我们面对的问题呢 就会变得比较复杂 它比较复杂呢 其实你就要用一个比较 这个有系统性的做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这里呢 要跟大家介绍的一个叫做 一元一次方程式 所以呢,我们遇到这个问题呢 我们通常会这样子做 我们就假设呢 我们通常会假设 一颗苹果呢 它是x元 一颗苹果呢 它是叫做x元 那两颗苹果是几元呢 两颗苹果 一颗苹果x元 两颗苹果就是x加x 那x加x呢 我们在这个数学上面呢 x加x 数学上面我们就是写成2x 2x 然后呢,再加上可乐 两颗苹果2x元 再加上可乐18元 会等于68 这个就是所谓的 一元一次方程式 那我们这个小节呢 就是要来解决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首先喔 我们来 这个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一元一次方程式 首先你来看 什么叫做方程式 这边有一个名词 叫做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的意思呢 叫做 含有未知数的等式 含有未知数的等式 含有未知数的等式呢 我们叫做方程式 那再来看一下 什么叫一元一次 这个之前呢 我们也学过了 在前面一元一次式的时候 也学过了 这个什么叫一元一次式呢 所谓的一元的意思呢 你不要说是 几块 一块钱 不是这个意思 一元的意思是叫做 一个 未知数 元就是未知数的意思 一个未知数 比如说刚才呢 我们就假设这个一个苹果是x元 这个x就是未知数 那里面只有一个未知数 所以叫做一元 那什么叫一次呢 一次 一次的意思是说 未知数的次方是一次 未知数的次方是一次 这样子的一个式子呢 我们就叫做一元一次方程式 请注意哈 所谓的方程式是 它是有等号的 就是这样子一个式子 叫做方程式 好咯 有些同学就说 那老师 那我们之前有学过 叫做2x加18 如果你只有写这样子 这个叫做一元一次式 它是一个式子 它是一个代数式 它不是方程式 方程式呢 必须是含有未知数的一个等式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叫做一元一次方程式 这两个呢 差别就在于说 有没有含有这个未知数的一个等式 这里呢 如果没有等号 它就是一个代数式 一个式子就对了 如果有等号 它就是一个方程式 方程式 方程式就是可以解出来 解出来x到底是多少 那解出来的 这个方程式的答案 这个解就是答案的意思 像我们上面这个例子呢 就叫做苹果一颗多少钱 如果我们解出来苹果一颗25块 这个解就是答案 那这个解呢 我们又叫做根 有些同学会说 老师那个解就解 老师同学对于这个根呢 就是很不能够接受 其实这个根呢 它是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的 那就叫做根 反正根就是解的意思 你就知道说 这个解呢 一元一次的解 跟根是一样 它都是代表答案的意思 它就是答案 你可以说它是解 你也可以说它是根 那就是 答案是什么 答案就是 苹果一颗等于25元 那这个呢 这个是 呃 我们写成这个一般的话 那如果写成数学的话 就是数学的语言会怎么写呢 会写成 这个叫做 X等于25 好 我们写成数学的语言 就是这样 那写成一般的语言 叫做一颗苹果25元 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 那在这个 升上国中之后呢 这一个关卡呢 就是我们如何把一般的语言 转成数学的语言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在后面呢 会详细慢慢的跟大家 呃 做一个说明 这些语言